明年正确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去时装周 明年正确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去时装周 今年要加油啊 好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天哪 丁家伟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别吹了事 好久没见你了 天哪 你能不能别学那些庸脂醋粉啊 身上喷那么多香水 就你西亚托俗是吗 丁家伟 这几年你都发生了什么 都碰成这样了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有没有眼力劲啊 应该明明就瘦了好不好 听说你去了法国时装周 我的礼物呢 好啦 一会儿给你直接送房间去 那还差不多 好啦好啦 你各长途飞行早就累了 来 赶紧把桃圆酒喝了 那我先去洗个澡 好吧 一会儿把我礼物送上来啊 妈 妈 这丫头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对了 她现在的男朋友是谁啊 别提她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就跟你爸似的 没有一样我能够看得入眼的 我爸不是挺好的吗 带你开酒 来 来 爸 还没睡啊 那个佳玲的事你给透露透露呗 这事儿啊 说简单也不简单 说复杂还真是复杂啊 你就别买关子了 告诉我吧 你知道老爸说话的水平就这样了 简单地说 你妹妹去捣追人家 对人家一见倾心 结果一败涂地 是谁啊 我就接触个几次 是个满有骨气的小伙子 那不跟老爸您当年一个样吗 什么当年 说得好像我现在变了似的 这小伙子呢 没什么钱 你妈瞧不上 真是奇怪了 想当年 他怎么就能看上我呢 老妈怎么还是这种门底观念 好奇怪啊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说服你老妈 佳琳呢 现在她又不肯放弃 看她的情况真是不太乐观 这么严重啊这事儿 你回来正好啊 你们俩感情好 她什么都愿意听你说 你去劝劝她妈 好 老爸你放心 任务在南儿子一定顺利完成 你就赶紧睡觉 别着急啊 好好好 你也早点睡吧 好 来 进 拿来 什么呀 这个包我都有了 而且还是上一季的款式 怎么 你穿越回法国时光中上一季啊 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也不知道买的是 不要拉倒 不会生气了吧 跟你开玩笑的 我很喜欢 谢谢哥 我跟你生什么气啊 我跟你生什么气啊 我最亲爱的妹妹 在伟大爱情的感召下 从灰金如土 变成了世金钱如粪土 现在你是一个伟大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不要人民币的人 最关键的是 一个不跟我争财产的人 我跟他生什么气啊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什么意思啊丁家文 我就这个意思喽 不对 刚才老爸是不是去你房间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为了一个男人 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 而且那个男人一点价值都没有 我喜欢谁要你们管啊 来了来了 还有最后两个荷包蛋 来 快趁吃了吧 那你的呢 那你忘了 他从小到大 只吃水煮蛋 从来不吃荷包蛋的 这个你看我老了 我忘了 你可倒记得挺清楚 对了 那个 今天下午想去趟那个超市 家里好多日用品都没了 我呢吃完早饭要到车行去 奶奶要到老您活动室 你自己带着钥匙 好 好吃吗 大家早啊 坐 你最爱吃的银耳羹 吃 没想到你起那么早啊 还以为你会睡得比我晚呢 刚回国还没来得及调整时差 所以一不小心就起早了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也没什么安排吧 就是随便逛逛 见见老同行 了解了解行情 那我早点回来 我们一起吃晚饭 好 我吃完了 我不吃了 我学校也要试啊 我陪你走吧 妈妈慢走啊 行了 那我走了 慢走 需不需要我当你导游啊 我虽然去了几年国外 但也不至于迷路吧 怎么 我看你是想逃避老妈给你安排的工作吧 是不是 才不是呢 就是心里闷的话 想出去走一走 身边最好还有人能听我唠叨 好了 过两天你请我吃大餐 我当你的垃圾桶行了吧 赶紧吃吧 一会儿凉了 行tx 这套衣服太具有设计感了 小姐 小姐 那什么 你拿错手推车了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啊 这衣服是哪儿买的 你别误会 因为我是做职业设计师的 所以看到好看的东西就想问问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自己做的 真不好意思 喂 大姐 喂 大小姐 那行吧 那我把东西放下 然后就过去 好 走吧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别催了 行吗 我一会儿就过去 唠叨叨叨叨的啊 别说了 就这样了啊 挂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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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得关店了 大姐 那股文件情况怎么样了 都一样 给的价格太低了 我想了想 这是奶奶的宝贝 不能这么见价卖掉 太不值当了 是啊 所以就没有出事了 妈 你也别太着急了 办法总会有的嘛 是啊 妈 急也没有用 要不就按我刚才说的 咱们做房屋抵押贷款吧 能不能带到还是个问题呢 但是多一条路多一个希望嘛 还有我的 妈 你出差回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呢 真是 杏磊 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做到滴水不漏呢 要不是我来洗车的话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没告诉我 我没有故意要瞒你 你不是说钱都在投资里面 没现金吗 我还能说什么呀 而且你现在出差出的 比去厕所还频繁 我哪有机会跟你说呀 而且那天的情形 我更没时间说了 不管怎么说 我是杨家的女婿 也算是个儿子吧 家里的任何事情 我有权利知道 妈 对不起 我知道晚了 也来晚了 钱 我带来了 您尽管用 这么多呀 因为我怎么好意思 平白无辜要你的钱呢 这儿 就算我 我借你的 好吗 妈 你这话就见外了 当初我也是个穷光蛋 要不是你和爸看得起我 把女儿嫁给了我 还支持我的工作 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 现在家里有难 如果我不伸手的话 会遭天批的 好了 妈 该处理的事情赶紧处理 别耽误了 我得走了 不不 你才出差回来 中午回家吃饭吧 不 我公司还有点事呢 我临时出来的 改天我一定回来 陪您跟奶奶吃饭 那也好 一定要来啊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来来来快 送送明媚 快去吧啊 帐有我们呢 好 然然 大好了 真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不是说没钱吗 我刚签了一个大单子 提成是早晚的事 所以我向老大提前预知了一下 那个 昨天我 你先去忙吧啊 我公司还有商 再见 那你开车小心点 你可以选择还款方式 有三个 一 以婚数相抵 二 以婚数相抵 三 以婚数相抵 选择好了 告诉我哦 老杨 老杨啊 家里的事啊 都解决了 你就放心吧 都说 一个女婿 顶半个儿 这回啊 都是明媚帮了大忙 早点准备的还挺丰厚的 来来来来 多喝点啊 快来吧 来来 坐 这种煮得挺好的 来来来 这回明媚可是帮了大忙啊 你做老婆的可不能太过分了啊 你们之间 有时有点矛盾什么的 就别得礼不让人了 麻烦你说 夫妻之间 没有隔夜愁 一会儿啊 早点回家 大姐 一会儿我陪你去收拾东西 不着急 明天再说吧 对了 薛言呢 这个周末啊 你让那许诺到咱们家来吃个饭 这该感谢的人都应该一一谢我 奶奶 这个用不着啊 不重要的 我怎么听着 这里头有点事啊 怎么 他们已经到了那种 用不着的关系了 奶奶哪有到那个关系啊 薛言要是觉得好 就谈谈看吧 以后的路总要走了呀 你妈妈不用来接我啦 自己回去就好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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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着了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是 超市里的手推车 你还记得吗 那什么你拿错手推车了 是你啊 真的是不好意思 你的画册吧 人家都已经打烊了 走吧 谢谢 你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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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怎么做onen 我会搞 bo练子 不用了 你怎么办 你不来啊 你怎么的 你没想到 你怎么办 物费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今天不来呀 那是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同路啊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我刚回国 对了 你是设计师吧 对啊 那个 刚刚那个画册 你是不是看了 你让我们见笑了 没有啊 我觉得画得挺好的 至少你没有模仿大师的痕迹 也没有加入现在比较流行的元素 去讨好大众 我觉得很有诚意啊 真的吗 对啊 我就是个业余的 跟你们专业没法比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有志者是进城 加油啊 谢谢你的鼓励 慢慢来嘛 对吧 对啊 是吧 对不起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不是 我前面看见他们过来了 我怕他们撞撞你 就问我这杯子了 你知道吗 没关系 就一件衣服没事的 不行 那个 那附近有家服装店 要不然我陪你一件吧 咱们过去买一件 你买换上 真的不用了 我家里这样很近的 我回去换上就行了 那不行 你这样的 我晚上回去睡不着觉的 赛家我本来就是设计师 对衣服本来就好有尊重感 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 弥补一下吧是不是 你也太专业了吧你 我觉得咱们俩都喜欢服装对吧 所以你应该给我这个机会了 好 好了 我说不过你 那 我们走 走吧 拐棺就到了 好 你也赶紧拿着纸探一下去 这 死烟无虚 我就不信 我在这儿手珠还戴不到你这个徒子 我说你就放心吧 没有我许可办不成的事 你就放心教会我办吧 就这样 麻烦了 这还有一棵 这伴着小朋友怎么办 这 大婶这大婉 这不想啊 这 你还叫大婶 叫大婶 你才大婶 你呢 乖 不是 那我现在屋下放了 你是干什么了 你这什么热呀 放开我 你这是绑架 我告诉你啊 你这 这女的怎么这么凶啊 不会出人命吧 大哥大哥大哥 放进去 看看看 什么看了 没见过老婆大老婆 别这么凶啊 大哥 我在外面找小三 还拿倒娘的钱找小三 你还是不是人啊 不是 我 原来是偷吃的嘛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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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 给他 给他 不是 大哥 我真不认她老婆 不是 我真不认她老婆 别说了 不是 我说杨夕宇啊 我也是被骗的呀 我 我真没脸见你了 真的呀 你这干嘛呀 咱有什么话不能老说呢 非要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要搞这样 杰大哥 许可 这个才是你的真名字吧 我 这是我的小名你知道 我大名叫 阎武 小名叫许可 大家都喜欢叫我的小名 那我有 我呸 你编 你编 你再编 现在了你还要编 你还要编 行 要不我们去见警察叔叔吧 行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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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 行行行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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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这 你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是吧 我这还七大姑八蛋事 我弟弟妹妹都需要我照顾的 你 你这干嘛呀 你 行了 行了 这人不要脸起来 这比天还厉害啊 你到现在不是也被我捉着了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许可吗 你现在说什么呀 我压根就不信我 这报警电话什么来着啊 啊 电话 110 110啊 不是不是不是 110 119 不是911 12345678 你我不是 行了你 你这个人渣 我告诉你 你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两分钟 我都嫌多 你呀 就应该出门被车撞死 这次会儿 我的青春 我的青春谁做出 你现在搞成这样 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呀 你说有什么话 咱不能好好说吗 你这五花大网 都让人看下来多不好 你说你有什么要求 你就直说 行呀 就不让我报警啊 可以呀 你这 这你这是干嘛 别动 过来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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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说 这好歹呢 咱们两个也相识了一场呢 你说 我也不能如此赶尽杀绝呀 对不对 不是 我说杨夕雨 你这比 比暖气固起你 还要狠呢 你至于这样吗你 我告诉你 徐特 一个星期之内 一分钱都不能够上 全部还给我们 说一说 我立刻报警 听见没有啊 这身份证呢 我先帮你保管 一个星期之后 一手交钱 一手还你身份证 你 我可以 你 我 你 你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真 别疼 是吧 疼疼疼疼 疼疼疼 疼疼疼 我选一个活菩萨 搅了我的活菩萨啊 你可真 太棒了 许可 哥哥 救你 你怎么 许可 你这怎么回事 他是你朋友啊 怎么了 不行吗 你这个滥用私袭会被抓去坐牢的 你知道吗 法妈 你这个朋友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你问问他 他到底骗过多少钱 你问问他 他好好问他 什么情况啊 许可 你欠了他多少钱要把你绑成这样 二 二十万 二十万 我当时多少钱呢 我给你个名片 你明天来找我 先把人放了再说 我拿钱给你 我又不认识你 你随便拿个电话号码就想把我打发了 不可能 你滥用私刑违法的 你知道吗 先放了人再说 就可以 我好不容易才把人给抓来的 我怎么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许可 你来得正好 许可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谁把那样 你也认识是个骗子 骗子 不是 他是我哥 这 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会绑在这儿啊 他是你哥哥是吗 你好好地问问你 这个好哥哥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骗着我你一大笔钱 害得我不能够回家 我现在来找他 就是为他还钱的 不还钱的话我就立刻报警 骗钱 许可 你骗了什么钱 你从哪儿骗钱来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把话说清楚啊 你说话你哑巴 那个 您好 我我我我先替 替我哥在这儿向您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您 您是不是姓杨 是啊 怎么了 您家是不是开了一个美车房 还有您有一个妹妹 叫欣然 你怎么知道的 虚口 原来弄得 杨家焦头烂额的人是你 我说你怎么前段时间 突然有那么多钱 还给我买电脑 那现在剩下的钱呢 你把现在剩下的钱拿出来还给他们 然后不够的钱我们再添行不行 查五书了 你 你认识我妹妹了 是这样的 我跟欣然的事情呢 说来话长 但是欣雷姐是知道的 要不然这样吧 那个 你你你先把我哥哥给放了 然后到时候 我我一定把钱给 还给你好了 既然 你那么了解我们家的状态 要不这样呢 你替你哥哥把钱还了吧 你能不能宽限我几点 凭什么呀 就凭她是我弟弟 之前跟你妹妹两人曾经相好过 把事情闹成这种局面 你开心了吧 你闭嘴 对不起啊 那个 这样行不行 反正欣然是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 我肯定跑不了 那 我跑不了 我 我哥他当然也跑不了 你看现在都这么晚了 我给你写个欠条 等到时候我筹到钱以后 我我送到您家去可以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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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兄弟啊 不要再唱双簧了 我现在谁都不知道 我指着钱 没事的 许诺 我可以 嘉琳 嘉琳 这个事情是我的家事啊 那个 我的家事由我自己处理 我不希望别人来查手好吗 太完美 太经验了好不好 简直是量身定做的 怎么样 喜欢不喜欢 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衣服真的太贵了 一件衣服合适与否 在于穿的人和欣赏的人 这个喜不喜欢呢 是吧 我觉得再说了 这衣服是我赔给你的 所以呢 和价钱没关系啊 但是还是 我觉得太贵了 要不然我先换上吧 没事啊 小姐 你好 我们这边有价格失踪的 您可以挑选一下 行 那我先把衣服换上 好的 要不然你带我去看一下 那些衣服啊 好的 这边请 行 喂 许诺 欣然 你在哪儿呢 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是吗 是 那我先过去啊 好 谢谢 那我 我就在我家门口等你啊 好 拜拜 你好 那个 刚刚那位先生呢 他去洗手间了 先让您自己挑选一下 是这样子的 这个衣服我现在不用了 然后我有急事我就先走 可是 没事 没事 你嫁吧 你帮我转到给他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你好 那个 刚刚那位小姐换完衣服了吗 她又及时先走了 啊 走了 就这么走吗 那 那个 麻烦你把这件衣服包起来吧 嗯 谢谢你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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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谁是你二姐呀 人 你到底都交的是些什么朋友啊 喂喂喂喂 你骂我可以 别说我们家诺啊 我告诉你们 就算是你们把欣然叫过来了 也没有用的 二姐 你就别激动了 你听他们说好不好 啥人 我现在哪还有工夫听他们瞎说呀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你和他们都是些什么关系 许可 你欠我钱 欠钱还钱天经地义 一个星期之内 不 三天之内 你要是不还钱的话 我们就只能够在法庭上见了 二姐 别信我 你是欣然吧 不好意思啊 第一次见面就 搞成这种局面 你劝你家二姐吧 说不定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呢 谁要和你们是一家人啊 我跟你们说啊 我上来这儿不是冲着人认的面子 我上来是要挣个地儿 以免你们以后再躲着我 走 走呀 别急 追 喂 我追呢 妈 奶奶我回来了 嗯 我让你明天才回来吗 你刚回去啊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睡得着呢 然然 你没事吧 大姐 你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有没有事啊 你们都不知道啊 那个许可呀 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最大最大的无赖了 还有那个许诺 长得是一副人模人样 憨厚老实的 可是一知道这真凶是他哥哥呀 直接不说话了 成闷憋了 二姐 许诺真的不知道这个事 而且她一直帮助咱们家操心呢 知人知念不知心啊 我们不可能因为她是他哥哥就不告他了 现在源头找到了 先把钱的事情解决掉 竟然 你自己的事 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呢 就这样子的人啊 以后都不用再接触了 更别说要和我们然然谈什么男女朋友了 你们都不知道啊 他们两兄弟啊 就住在 特别小的一个屋子里面 简直就可以用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家徒四壁来形容 就这样子的人 然然正的她能有幸福可言吗 能有未来可言吗 我跟她是真心的 而且我也不在乎她有没有钱呢 然然 她可以没有钱 但不能没有人品 没有素质 然然 你真应该重新考虑考虑你们的关系了 她有这么个骗子哥哥 又在一个屋檐下长大 不会不受影响的 妈 话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 许诺这个人我接触得比较多 我觉得她还挺老实厚道的 你才老实的 谁脸上会写着骗子这两个字啊 奶奶 您也说两句吧 这血缘关系啊 就是断了骨头连着筋呢 也就是说 这许诺可以不做咱家的女婿 可是她不能不认她那个混账大哥 对 然然 这事 你可得慎重再慎重啊 奶奶您说得太对了 什么叫别人啊 我为她做了这么多还只是别人吗 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永远比不上 那个杨森人 为什么呀 女儿啊 没事吧 说给老爸听啊 开门哪 女儿 爸 怎么了 你妹妹呀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你快去看看吧 哎呀 佳麟 我 进 你 干嘛呀这是 还扔东西 你多大个人了 哭成这样 好了别哭了 你什么事啊你 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你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哭 又有多大个人了 又哭成这样啊 怎么了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 谁欺负你了 什么时候不开心啊 我不想说 佳麟你以前什么时候都跟我说的啊 我这去了几年国外 你就不跟我说了 你说不把我当你哥哥是不是 不是 心情不好 我想说 心情不好 是交信男朋友了 男朋友欺负你 你又不是找不到男朋友 多大点事啊 还哭 别哭了别哭了 回头哥哥给你介绍一达高富帅 加二十四个土豪金 行不行 明天带你去横隆广场逛一圈 把M2包下来 供你玩行不行 别哭了别哭了 哭得我伤心了 别哭了 听见没有 不哭了啊 我得跟你说说说是 怎么想的你是 干什么呢 拍子都乱扔 不怕被我踩碎 好 别哭了啊 我要去 我要回去了 别哭了 听见没 嗯